好,创世纪的第八课,很快啊,很快你看好几张就过去,我们这一课呢给大家起个名字叫蒙昭,因为这一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亚伯拉罕怎么从他的家乡出来这一段故事,好,我们再介绍之前先给大家有一点点回顾,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读起来呢,既好读又很难读,看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解释,我们给大家做过简介,给大家介绍过, 关于创造的部分,也给大家介绍过各从其类的四个字的含义,也给大家介绍过人,关于人权,以及罪和犯罪,以及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挪阳方舟,我们知道挪阳方舟的故事仍然接着可以这么讲,那么好,他们从挪阳方舟出来以后呢,是一家子人,对吧,挪阳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一共是他们的太太们,一共是八个人,那么这一家人从这个方舟出来以后, 发生一些什么事呢,其实圣经对那一段记载呢,很浓缩,只有两三章的内容,但是记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故事,而且它记载的事呢,不是样样俱全,而是选举了其中的一部分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很重要,讲给我们听, 所以大家看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它这么说,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陈、汉、雅夫,汉是迦南的父亲,大概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多人会有疑问,对吧,为什么说,介绍汉的时候呢,说是迦南的父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 有没有人在这方面有特殊想法呢,说一两句,为什么要这么介绍 迦南是罪恶之地,迦南是罪恶之地,迦南这儿是个人 我为啥对这个有所理解呢,因为我曾经有一段经历很有意思啊,我大学毕业以后,结婚以后,我太太在一个县里面工作,我在大学里面工作 然后把我太太调到大学以后呢,所有的人借我太太都说,榴莲太太,从来不叫她名字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意思就是大家对她不熟悉,但对我熟悉,所以介绍她就说榴莲太太 有时候她就觉得,我有名字,为什么她老叫我榴莲太太呢 这地方就表明在韩这个家族里边,韩这个父亲呢,也可能说话不太管用 而是她的儿子,迦南,是这个家族里边说话管用的人 所以我们一说这个家族就说,迦南 但是在介绍他们弟兄三个字之后呢,他会说,迦南的父亲,韩 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 我想这个可能和我们姐姐,我们姐姐教会来好多人 先来一个新人,你说谁谁谁的朋友都会这么介绍 因为你这样介绍,人就知道是谁 也许就是说,韩不是那么特别有名气 但是这个家族里边呢,有他的儿子迦南 可能主要有名气,来主要管事 这种状况呢,是不是好是坏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但是可能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大家好理解的一种方式 好,说这是挪亚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裔分别松散在各地 挪亚开始种地,做了一个蒲汤园 下面发生了一段故事 挪亚呢,栽了一个蒲汤园 就喝了一点蒲汤酒 有点醉了 所以呢,他就在帐篷里边呢 吃生露体呢,睡觉了 其实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奇怪的 我们小时候都这样,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山上干活就累了 就躺那儿就睡着了,是吧 发生露体也没几个人,没怎么在乎 我觉得也是 然后注意下面的是,说 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吃生 就到外边告诉两个弟兄 于是,闪和雅夫拿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吃生 这个故事记载的很简单啊 说,韩看到了 但是呢,他的哥哥和他的弟弟 拿着衣服倒退着给父亲盖上 好,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个名字的大概意思 闪是什么意思呢 很有声望的意思 那么韩呢,黑色的意思 也是热的意思 那么雅夫呢,就是对外扩张的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你从这儿看不到这个故事的 有什么问题,对吧 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再往下看一点 说,诺亚醒了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兄弟做奴仆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受的 愿迦南做闪的奴仆 愿神使雅夫扩张 使他住闪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你能看到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 因为刚才发生那个事呢 诺亚很不高兴 而且对他这个儿子 诺亚的儿子 亚佛是当头儿当家的 做了一个咒诅 说你要服侍你的那位两个弟兄 做他们的奴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经常有人问问问题 为什么用这样呢 有那么大几个小怪的事吗 那么事情错在哪呢 为啥诺亚这么生气呢 换句话是这样问吧 如果韩怎么做 诺亚才不会生气 OK 如果韩看到他父亲吃生睡在那 拿一件衣服给他父亲盖上 这个事情就啥事没有了 对吧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出去以后告诉了他的另外两个弟兄 然后又另外两个弟兄进来 把这个盖上 于是呢 诺亚就生气 就发出这样一个咒诅 那么这个咒诅呢 成为今天的现实 这样说 我希望大家不要引起种族歧视 陕是亚洲人的祖宗 韩是非洲人的祖宗 那么亚佛是欧洲人的祖宗 那我们今天看到历史上 非洲人的确做了好多北人的奴隶 是吧 这是不是历史啊 所以这个种族实际上 应业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 只是这么给大家事实讲到这 但你会看到诺亚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一对这件事情这么生气呢 经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我就想给他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这么举的 我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 发生了一件事情呢 不是很好 你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呢 你去设法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还有一种做法呢 你可以到外面去 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说 这件事情 咋咋咋咋 张三里四 咋咋咋咋 于是呢 这个教会就炸了锅了 你明白我说这意思了吗 韩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 他看到了问题 而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想反到外面去呢 张扬 然后让他的其他两个弟兄呢 看到这个状况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父亲对这个事情很生气 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事份 至关重要 我也为工作关系 服侍过几个不同的教会 到每一个教会去呢 我只做一件事情 那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岗位 我会适合那个岗位 这是我的原则 我也是从这个地方学来的 这个地方不是说 你擅长什么 或者不擅长什么 或者说我听到这个教会的诗歌不好 我说这个诗班不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诗班不好的话 你去参加这个诗班 你觉得哪有问题 你去改进这个问题 这是你该做的 如果你到处说这个诗班不好 你看那个什么广东话 那个什么普通话 那个汉字 那个繁体字 一大堆的问题 而你不去改进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陷入了韩的这种境界里面 这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 从这个故事里面也该学到的东西 其实这个世界本身不大 但是你处理不当呢 会引起严重后果 所以最后呢 你会发现 诺亚 咒诅了他的儿子 韩 是他做他两个哥哥的奴隶 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现实 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应该非常谨慎 弟兄姐妹 如果你发现一个小组 你的小组 你的团体 或者教会里面 哪个地方有需要 你能帮上 你能够有这个恩赐 你去做 你去好好地释放 你在这个岗位上去释放 如果你真释放不了 不要去传来传去的 怎么怎么定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能使这个岗位 释放得更好 只能给它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是从这一段故事里面 我们学到的东西 所以这段故事 其实给我们很深刻很深刻的思考 有好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在思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 这么小点事 挪阳要这么生气 我想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在侍奉岗位上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如果教会 你看到它的需要 你去侍奉这个岗位 好 现在圣经讲了这么简单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发了多少时间呢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在那儿就生活了一段 圣经没记载说 到这多少年以后 然后开始记载他三个儿子的家谱 这三个儿子的家谱 记载里面很有意思 他从雅佛开始记 所以雅佛的儿子是 这个念什么 戈灭 马戈 雅丸 图巴 米舍 和提拉 如果你把这个历史上 看一下这几个地方的名字的话 这大概是北欧人的始祖 黑海里面 北大弹人的始祖 或者是马戴人 就是波斯人的始祖 对吧 那么雅佛的就是南欧人的始祖 你会看到整个雅佛这个儿子 我哪走呢 向欧洲方向前移 也就是说 今天的欧洲人 基本上都是雅佛的后裔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圣经对这个家谱的记载很简单 只说谁生了谁 谁生了谁 就完事了 既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 也没有记载他们什么时候生什么 也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少时间 也没有记载他们死了 还没死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没有 很简单 就一个名字 下面他在记载韩的后代 也很简单 古石 麦西 佛和迦南 如果你看一下这四个人地方的 今天的名字的话 大概古石在哪呢 埃及的南边 也就是伊索皮亚人的始祖 如果说 麦西在哪呢 埃及人的始祖 再往下看 佛士纳呢 北菲利亚的 这个 菲比利亚 菲利比亚人的始祖 加南呢 就是加南人 你能看到这一组人在哪呢 我南下 就是非洲 如果我们对世界地图熟悉一下 世界地图 除了海洋以外的陆地 中心交接点在哪呢 就是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的大陆的西边 是欧洲 南边是非洲 那么东边呢 亚洲 就是圣经所说的亚西亚地区 所以中间地带 可是全世界的陆地交叉口就在那 为什么那个时候 那地方那么发达 我们中国的私处之路 也是到那个地方去 对吧 因为那是世界文化和商业的中心 都要到那去 所以你会看到两只 一个往西走 一个往南走 那么那一只哪去了呢 就是陕的后代 陕的后代 基本上待在 方舟出来的那个地方 大概在哪呢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和伊拉克所在地 也就是说 陕的后代 基本上是 亚洲和中东人的祖宗 祖先 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哪来的呢 陕的后代 应该属于这个 所以说陕的儿子呢 是以兰 雅树 雅法 雅法 路德 雅兰 这些人你会发现 圣经记载的时候 你要插的时候 很难插到他们的地理位置 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很小 当时呢 他没有这么动 但是呢 给他们的这些名字的意思 比如说 以兰呢 是隐藏的意思 雅树呢 是平原的意思 然后下面说 雅法 沙呢 就是迦勒底的坚固的城堡的意思 街堡 路德呢 是屈服的意思 雅兰呢 就是高地的意思 今天还可以看到 格兰高地 所谓的格兰高地是哪 就是中东北边那一块地方 经常打仗打来打去 所谓的平原是哪地方呢 就是巴比龙平原 也就是两河流域那一块 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人呢 基本上深层在中东和亚西亚地区 就是陕的后代 所以对于这个家谱呢 很简单地做了一点点介绍 他后面还会详细记载陕的家谱 因为他要引出一个人物来 那么在记载家谱 总结他擦了一段 这些人当时从方舟里出来 都干了些啥呢 他们都在干啥 刚才说诺亚中了个葡萄园 那别的人都干啥去了 圣经没说他们一天种什么 吃什么喝什么 圣经说他们每天关心一样的事情 说他们讲的语言是一样的 他们的口音是一样的 交流没有问题 因为都是从一个家里出来的 很容易理解 于是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就在赤拿地的平原那地方呢 就想着说 这平平的我们要搞个什么东西 做个纪念 搞啥呢 就我们今天说 做一个地标建筑 于是他们就想起要建高塔 他们用什么 用砖 用石漆 然后建了一个高塔 这个塔呢 说塔顶通天 能够传扬我们的名 别人一看就知道说 这是我们建的 如果你正常网上查一下 世界高塔的话 我们多伦多还是占有一些子弟的 是吧 我们的电视塔曾经是最高过的 艾佛尔天堂到电视堂到上海堂 现在到哪 迪拜是吧 听说下一个最高的在日本 他们设计好像要搞什么 两公里还是三公里高 简直是 你说人建筑的时候干嘛 为啥飞那么高不可能 不建的 对吧 但是圣经中明明写的说 人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神很不高兴 不是说神害怕人有才能 你会建这东西 是因为他们说的是 这塔上要通天 要纪念我们的名 这个让人神很 不是个高兴 那么市场在哪呢 就是今天的巴比龙平原 大概在今天的巴格达西边 大概四五百公里的样子 土耳其的南边 那个位置 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叫石漆 不过在那个石漆呢 巴比龙地区最丰富的 这个物产资源 就是石漆 很类似于今天的利青 是一种自然天然产物 但应该说和今天的利青不太一样 今天的都是化学合成 比那时候可能更 比那时候更有效一点 但是当时是 纵粹是天然产品 他们就用这种东西建筑 你知道那个年线很好 对吧 去搞建筑 好 这个塔建起来以后呢 耶和华一看 说世上的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就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他们竟然做起这事来 以后 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 我们下去 在那里要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 我读到这我就想起 为什么学英语这么难 是不是 不是 就是上帝 专门不让大家明白 你要是精通这个语言 了不得的事 是不是 因为我们学语言的时候 我学ABCD的时候 高中一年级 要花几个礼拜 记住26个字母 多难 所以现在导致英文水平不好 所以一读这段项目 我就想起这个语言 真难去 真正意思 上帝变乱 有意把他变乱 于是呢 耶和华就使他们从那里 封散到全地去 他们就停工 不再建造那城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封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叫巴别 大家知道巴别 就是那个塔那个意思 但是实际上 约文里面巴别的意思 不是圣经里面 特别注的那个意思 什么变乱 这两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神的门 叫巴别 但是圣经的作者 特意在这儿住了两个字 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巴别不是那个意思 是变乱的意思 所以圣经中的巴别塔 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成为一种 人类骄傲的一种象征 在整本圣经里面 一提到这个字 你就知道 人类出格了 能做的出格了 上帝为这个事情 把语言变乱 所以世界五大洲 讲不同的语言 尤其是欧洲 想不讲一点国家 就讲那种语言 搞得你是 真是不知道该讲什么 该学什么 我记得我学外语的时候 当时很流行一种语言 叫世界语 有多少人学过世界语 后来我学了两天 发现世界语并不统用 没几个人讲世界语 干脆放弃了 你就会发现 人们在语言方面 人们都在 克求无传多 那么今天已经到了 这个网络时代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今天的语言 人们开始统一化 慢慢在统一 也就是人们讲 原来好多小语言 慢慢消失了 像英语啊 汉语啊 讲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不知道 是不是有一天 人们已经超脱到一周 所有的人都能讲 所有的语言 那又一轮的这个 恶国可能会出现 不是一个好兆头 但你会发现 历史发展 已经开始向这个 方向去化 今天的人 大多数都能够 周游全世界 没有问题 是吧 你在英语中文会 基本上没有问题 是吧 这是语言 那么语言讲完 你就知道 我们今天为什么 是这个样子 下来呢 圣经上记载了一段 家谱 这段家谱呢 是闪的家谱 大家知道为什么 要记载闪的家谱呢 其他的家谱都没有记 因为亚伯拉罕 出自于闪 所以这个家谱里面 最多的目的 要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是谁 从哪来的 从哪个自派来的 一共发生了几代 那么我把这个 家谱记载呢 列成这么一个表 前面那个数字呢 就是在哪一年的时候 开始生孩子 多少岁的时候生孩子 他活了多少岁 死的时候是哪一年 大概的几个数字 是这么记的 比如说这个数字 100 比如说他在100岁的时候 生了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活了438岁 在2009年的时候呢 就要过世了 不是2000 只是从创世纪开始 我那个时候书 不是道德书 不是公元前 只要我从零年 我说要是从这个 创世纪的时间记下来 但这个时间不一定总券 大概估计是那个 总结可能有连带上的跳动 大概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你从这个图上 大概看出什么特征来 生的早都被爹死的早 你说得很对 生的早都被爹死的早 谁呀 闪 这里面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的寿命长极了 直到亚伯拉还死的 他还活着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读圣经 你光读个数字一下就过去了 有时候你需要把那稍微列个表 甚至画个图出来 你才能看到其中的一些奥妙 这个是不是很好看 你看那个火腿长 还有一个问题 你又能看得到 他们的年龄 你会发现越缩越短 越缩越短 对吧 这些大后数以后 由六百 四百 五百 两百 一百 一直到最后一百七十多岁 就这个样子 越来越 瘦短 越来越寿命短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 好 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 这里面有一个人物 圣经中出现了 从来没有人注意这个人物 到底是谁 麦基喜德 我们知道圣经中出现过 这个人次数不多 对吧 一过这么两三次 他知道这个人 大概可能是谁呢 他绝对是个人 他不是一个神 麦基喜德 有谁知道麦基喜德 大概是谁 最有可能的人是谁 圣经对他的记载 只出现在创世纪 的希伯来书里面 其他书里面没有他的记载 而对他的描述是 这个人无父无母 无祖仆 对吧 是神的记事 其他的描述都没了 你觉得他可能是谁呢 他不是 他是人 他不是基督 他肯定不是基督 这个人最早圣经中出现 就是亚伯拉罕和他打交道 亚伯拉罕首先给他奉献了 是分子一 对吧 如果说亚伯拉罕 在这个时候看见了闪 他怎么描述闪呢 多少代 十代以前的人 如果在我们中间 你们家族里面 有十代以前的人还活着呢 你能告诉我他爸是谁吗 你能告诉我他爸是谁吗 你肯定告诉不出来 所以圣经对他的描述 这个人无父无母无祖仆 实际上不是三五 啥都有 只是你说不清楚 所以这个人 如果你从家谱里面看的话 这个人物是最有可能的 麦吉西的 当然这个大家作为参考 不要把他当作什么肯定的去 作为参考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最有可能的人 就是他 所以当亚伯拉罕看到他的时候 哇天哪 一个白血老头肉 挤在这里 谁都不知道从哪来的 时代以前的 时代以前的 你说不清楚 最有可能的人 是他 好 我们大概 给大家有一点点提 下一次可能会更讲到这个问题 好 这些人 你看在世界上 种葡萄的种葡萄园呢 借塔的借塔呢 神说这些人 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敬拜神 不管神的事 只管自己的事 所以圣经开始引出另外一个人物 亚伯拉 所以亚伯拉呢 拿赫 娶了妻子 亚伯拉的妻子叫萨拉 拿赫的妻子呢 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 也和一家的父亲 萨拉一不生育 没有孩子 这个人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圣经对他的记载就 挺 挺凄凉的 是吧 你先生娶了个太太 然后 不生育 没有孩子 这个读起来的话 觉得挺凄凉的 然后说 塔拉就带着他的儿子 亚伯拉 和他的孙子 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的儿媳 亚伯拉的妻子萨莱 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塔拉过活了 两百零五岁 死在哈兰 我们从这个家坟里面看到 塔拉呢 是亚伯拉的父亲 亚伯拉的父亲 一共生了三个儿子 其中呢 一个就是亚伯拉 那么其中 一个就是哈兰的 死得早 所以留下一个儿子呢 就是罗德 也就是后来 亚伯拉带着他 下去那个侄儿 罗德 所以这个关系 要搞清楚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他们开始动了 从哪动呢 从乌尔 要动到哈兰去 其实《圣创世纪》里面 没有记载 这一段的呼召 但是当你读到 《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使徒行传》里 记载过这一段的 神的呼召 是由谁做的呢 《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时候 做了一段戒证 这一段戒证里面 提到这一段故事 这一段戒证 我给他操到底下 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汉 在弥索波达米 还未往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 向他写信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 和清族 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迦勒底子弟 住在哈兰 这句话写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亚伯拉汉的 第一次移动 迁居 但这次迁居呢 不是亚伯拉汉主动迁居 是他的父亲 带着他们迁居 对吧 所以好多人认为 这是亚伯拉汉的 第一次呼召 但是很被动的 因为他的父亲 带着他 从吴尔转到哈兰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 放一张地图 你会看到这些地方 在哪呢 那么紧挨着呢 你会发现 圣经开始记载 神直接对亚伯拉汉的呼召 到十二章 说耶和华对亚伯拉汉 刚才的话是 记载在其实那个 使徒行传里面 没有记载在创世纪里面 现在创世纪里面 神直接对亚伯拉汉的呼召 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我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得赢你得福 这个地方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亚伯拉汉的呼召 也就是神第二次对他的呼召 这次是他主动行动 那么他怎么走的呢 亚伯拉汉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了 罗德跟着他同去 出发地是哪 亚伯拉从哈兰出来的时候是75岁 他的这次迁移是 出发点是哈兰 亚伯拉将他的妻子 萨兰和知尔罗德 连同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务 人口 然后要到哪去 到加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加南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亚伯拉汉的呼召 实际上你从圣经的切后看 是第二次呼召 第一次呼召蛮贝多尔的 他父亲带着走 第二次是他主动行走 现在给大家看上地图 你们看到这个 乌尔在哪 乌尔大概在这个地方 两河流域的南边 这个地方大概是在 今天的巴格达 伊拉克的首都的 西南边 300公里左右的位置 是今天的伊拉克所在地 那么哈兰在哪呢 哈兰在这个地方 是今天的土耳其南边 那么这两个地方 相差大概多远呢 100多公里 不算太远 中东很小 你看着地图那么长 中东很小 他不要误解 大概100多公里 然后这是他的第一次旅行 那么第二次呢 从哈兰下到加南地 这一段路程呢 大概七八十公里的样子 也就是他的第二次 得到呼召的旅行路线 有人就问了 他为什么要绕这么大圈干嘛呢 不直接过来呢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不直直过来呢 如果直接 如果直接从这到这的话 也就百公里吧 今天要喝水 为啥呢 有喝有水 你就知道 总解是沙漠地区 干害的沙漠 也就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有石油的地方 今天这个地方是哪 圆旦 今天的圆旦 今天这个地方是圆旦 这是伊拉克 上面是土耳其 这是叙利亚 对吧 大家要把世界地图稍微了解一下 读社已经一定要知道地图 没地图 我们就整个就乱套 他为什么要这么走呢 因为当时走 不会像我们今天开个车 弄个后面 弄个trailer 就是家子走了 那时候没有车可怕 但是有牛有羊 有产业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送着这个两河流域走 因为两河域里面有水 有水就有草 有草牛羊就有吃的 对吧 我今天走五里路 走十里路 牛羊住在那可以吃 不用你去买草 买啥 很简单 这是他迁移的过程 为什么要沿着这样一个区域走 因为那个地方是富裕的两河流域 好 在这一段迁移过程当中呢 有好多的历史背景 可以告诉我们 乌尔 在那个年代 亚伯拉那个年代 是非常发达的地区 今天的康古也证明了这一点 好多的历史文明的古迹 都出自这个区域里面 非常发达 据现在的康古说 乌尔在那个年代 亚伯拉罕的年代 已经知道怎么烧那个土炕 用烟头从那个炕底下过去 可以知道怎么烧土炕 最早的暖气系统 今天的康古已经证明了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 就是主要烧的 烧土炕就这么烧 现在还是这么烧的 你会发现 这个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这是很高的一种智商 对吧 很高的科学应用 那么哈兰呢 也是当时非常发达的地区 因为那地区水很宠族 有水就有粮食 有粮食就发达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有吃的就发达 但是那个时候的迦南地区呢 并不发达 所以未开放区域 也就是没有几个人住在迦南地 当时的迦南地 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 这个区域里面呢 西边是地中海 东边呢 沙漠 所以说要么一风吹的 却是暴雨 要么一风吹过来 却是干旱 这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 一定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换句话说 神把应许地选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听神的话 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的话 神可以让他吹干风 把你吹汗死 如果你听神的话 神可以让你吹地中海的西风 让你五谷风登 雨水充足 也就是说这块应许地里面住的人 你必须依靠上帝 如果你不依靠上帝的话 无依无靠 靠自然你是活不了的 所以说神把应许地选到这 我觉得非常有智慧 对不对 你要让上帝把应许地选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就像今天说 他们就像千万一样 在国里面待着 永远在那洗澡 可舒服 因为有水 有吃的 有喝的 他永远不会是想到说 上帝会怎么样 这是上帝的智慧 我觉得天很有智慧 好 这是两次呼召 我们把它大概做了一个 一点点小节 第一次呼召 他从乌尔出来到哈兰 这一次里面 神让他离开本地 离开了没有 没有 他走了一半 对吧 他还在富裕的两河流域里面 他并没有离开本地 只是离开乌尔 进入哈兰 走了一半 离开本族 离开了吗 其实他出来之后 带着好多人 都是他的本族 并没有完全离开 罗德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吧 富家呢 富家也没离开 那怎么说他父亲在呢 他父亲带着他们走的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次呼召的时候的 前面那一句经文是什么 他的父亲死了 所以当父亲死了以后 神的第二次呼召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 他彻底的离开了 原来的家乡地 进入加拿地 离开本族 彻底不彻底呢 不彻底 他还带着一个罗德 我们知道后来 罗德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 对吧 很多很多的麻烦 然后离开富家呢 这回出来的时候 他的父亲没在 父亲已经死在哈兰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次呼召 其实对我们今天呢 有很多很多的 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一会儿在最后那一张 换他片子中 跟大家来讲这个问题 好吧 好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进入加拿地了 是不是进那儿以后 就一下就找到地方了 说啊 这就是我要住的地方 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没那么简单 你会发现 亚伯兰从哈兰下来以后 进入的第一个地方 加拿地的地方叫世界 到这个地方 那有一棵橡树 我们经常读圣经说 这棵橡树很重要 对亚伯兰下来说 他在那发生好多事 那么耶和华就写线了 跟他说了 说你这地呢 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女士亚伯拉罕也高兴 好 我就在这儿住一座坛 做个记号 恭喜 谢谢我的主 然后他过了一段 他就发现那地方 可能草吃干净 草没啥吃的 我难牵 我难牵一个小地方 叫伯特利 伯特利也在应许弟子妹 我们今天读的时候 也是应许弟子妹的一个地方 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那时候呢 他求告耶和华的名 在那儿又住了一座坛 简埃之他就又往南迁 他为什么要往南迁呢 因为南边有草啊 因为往南边下去 埃及那个 这个流域里面又有水啊 有草啊 北上的话就太远啊 你就会发现 他之间的往南走 一直到那一天 说饥荒来了 他们就下到埃及去了 你会发现他走着走着走啊 怎么样 走过了 出了应许地了 那你怎么知道出了应许地了 有计划 是不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 蒙昭的人呢 有时候他会要捉摸捉摸 神的边界在哪里 你随时注意这个问题 不注意的时候出了边界还不知道 就会有后果 亚伯兰呢 就是这样 他到达应许地以后呢 做了三次迁移 换了四个地方 最后呢 下到埃及去了 你会读到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呦 情况有点不妙 是吧 好 下到埃及以后呢 他就发现有个问题 他的太太太漂亮 这个太太一漂亮 他就有点担忧了 你下埃及 他知道当时的帝国 一个是埃及 一个是两个流域这边 这两个最发达的两个区域 他就知道 人家会抢他的太太 那一抢上太太 这是他老公 那不就杀了吗 于是他就跟他太太说 你要说 你是我的妹子 不要说是我的太太 结果下去以后呢 果不其然 埃及的法老 看到 一看说 哎 漂亮 就把他抢去 给他了好多回报 牛 羊 骆驼 驴 龙臂 给了一大堆东西 把他太太抢走了 谁能救他 只有神能救他 再问一问 为什么神非得救萨莱不可能 看来大家对圣经很熟 因为上帝的这个整个救赎 要从这个家里面出来 也就是说 未来的所有的以色列国 要从这个自拍出来 所以神绝不允许 萨莱出任何残处 说这事已发生以后呢 耶和华就亲自出马 一写信 让法老受不了 法老一说就明白了 说这是这个人动不得 于是呢 就把萨莱还给亚伯兰 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呢 现在带着你的妻子 带着你的财物回去吧 这一趟财他倒是赚了 对吧 他倒是赚了 于是呢 法老就吩咐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 并所有的财物全部送回去了 下了一趟埃及回来了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 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上来 亚伯兰有经营 牲畜 基多 你会发现是不是赚了 基多 所以他从南地借借的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子杰 就在那里滋搭帐篷 也在那里住了坛 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娃的名 这下他知道什么地方了 他知道神的行义让他在这待着 对不对 你再慢慢捉摸捉摸 他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有几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是帐篷之地 第二大特征呢 竹坛之地 第三大特征 求告之地 你说这样的地方 你觉得呆得怎么样 从鼠林的角度 那应该是很安全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圣经记载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简洁 把重点给你 几句话就重点检查出来 好 亚伯兰 从老家上了一圈 下到应许地 又走过了 又折回来了 对吧 绕了这么一大圈 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谈谈 神的呼召 呼召很重要 对任何一个人 呼召都很重要 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 教母 重工 任何一个岗位 如果没有神的呼召 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有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是最重要最重要 是你在教会服事的唯一动力和原因 没有神的呼召 你做的事情 永远不会有任何国性 神不会怨 因为不是神的工作 神可能呼召你一次 可能呼召你两次 可能呼召你十次八次 亚伯兰呼召了两次 我们知道后来摩西呢 好多次 对吧 那你往呼召了多少次呢 老多了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作为人的反应 你应说硬招 怎么个硬招法呢 亚伯兰做得很简单 神说走 咱就走 这叫顺服 要聆听 但是他有时候也有摸不着的地方 到底走到哪是个头呢 你时候他会吃点苦碰碰头 他就知道说 过了 赶快我回走走 所以就会出现第三点 神会保守你 神召你 你顺服 神就会保守你 你如果出了边界 神会告诉你 你就出见了 应该回头了 所以人应该知道 知错就要改正 如果你发现你的事奉出了边界 你应该赶快回头 赶快回头 不要硬着惊吓 继续往前走 会有麻烦 但是呼召是呼召 有时候人们应召的时候 挺难的 非常难的 我想不与别人举例子 因为我个人举例子 好了 神对我有很多呼召 很多次呼召 不能说很多呼召 很多次呼召 从我信主以后 时间不长 所有我服事过的教会里面 从弟兄姐妹 到教母 到同工 都给我讲一句话 刘灵啊 你该上神学 神要用你了 几乎所有的 亲一所要的 我服事过的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也不例外 一共四个教会 都这么讲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 我上神学出来干嘛呢 从我的工作的 教度上来讲 我工作有很多事情 我要去做 从我的家庭教度来讲 家庭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去做 我有很多的亏欠 在家里面 我需要去做 所以我好像觉得 我为什么一定要上神学 才能侍奉你 所以我以后在捉摸 酒精神给我的路在哪里 所以这四个教会里面 其实我的服事 就集中在一方面 圣经教导 我没有对其他 任何事分岗位上 透过那么多的经历 神给过那么多的恩赐 就这一点 圣经教导 那怎么教导 才算是神喜欢的呢 我原来那个教会里面 带主去 带这个长者团企 专门负责探亲的父母亲 有几十个父母亲一起 很是喜乐 你知道那些父母亲吗 有最底层的农民 工人 解放就 国家干部 什么人才都有 你和他们一起交流 真是很 很让你感触 你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那种阅历在那放着 他们的问题就会告诉你 他有很深的阅历 其中有一个人是当时 东北 中国做那个 四个现代化的时候 大家这还有印象吗 引进国外的这种 大型农业基建 他是当时 中国驻卫国的总干事 负责引进中国的大型收割机 这种农业基建工程师 他幸福 就在我们那个老年团基板上 非常非常有成就的老先生 一口流利的盈云 他清楚了 给你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就觉得我不上神学 是否也行啊 为什么一定要上神学呢 所以到现在我也去 没去上神学 那也很好的例子 我现在觉得好像 如果神真想要给你呼召 要使用你 你就去用你的恩赐 这是我最大的气氛 你用好你的恩赐 去做好神的呼召 不一定要响应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潮流 说你看今天有好多潮流 你不上神学 你就没办法成为牧师 背内你一定要成为牧师 你才能应召 对吧 所以的呼召 要被你成为牧师 有呼召要做牧师 就做牧师 有呼召要做教导 你就做好你的教导 对我来说呢 就这么简单 做好你的教导 就好了 如果有人操作受益 大家都高兴 神高兴 我高兴你高兴 对吧 这就是我的侍奉 神对我的呼召 呼召了很多次 我觉得我好像还 没那么太卑逆 所以这个侍奉还在继续 如果有一天神说 休息休息 那我就休息休息 好吧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从这个侍奉过程当中 我们也该好好思考 我们的岗位 我们久见在谋求一份职业 还是在应声的呼召 这是我们今天侍奉当中 一定要思考那个问题 这个是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让我们不能思考太多 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问题 什么叫称义 我们下一次呢 给大家介绍 亚伯拉罕的阴性称义 所以这是一个预期的问题 回去读那下面的几张 好不好 四十五分钟很快的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 我们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提问题 谢谢